台大醫院擋家班 部理人員白做工 正式人力缺口 正式人力缺口 別當我報加班 7月初有進行一個網路問卷調查 主要有詢問到的題目就是加班的頻率 主要報價班會不會受到阻礙 還有主要阻礙來源是哪邊 這一份問卷總共是有256份有效文卷 最後得到的結論就是加班的5、6、7 有5成的員工每週兩次以上的加班 有6成員工在超時工作以後卻沒有辦法去申報加班 最後有7成員工都有反應是受到主管壓力而沒有辦法去報加班 而且在我們以目前台大醫院有公布的總加班時數來去做個換算 平均每年每一位護理師只有加班10個小時 這就知道這絕對是一個非常非常被要說虛報還是少報的加班狀況 造成護理人員加班兩個最常見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交接班 因為我們的工作是輪三班然後24小時的 所以一定會需要交接 而且交接是每天最必須必要的工作 交接的目的也是為了讓下一個接班的人可以了解病人的狀況 讓照護之間不會產生斷層然後也讓照護品質不會有太大的落差 但是通常一個病房護理師白班大概會顧6到9個人不等 小業的話更是會上升到12到13個 大業的話一個護理師手上可能會有17到19個病人 所以當病人數一多或是病人的狀況複雜的時候 要交接就需要花更久的時間 就算我們怎麼努力的精簡我們交班的內容 要達到不要讓照護品質低落或是要維護病人安全的目的的時候 一定還是會需要一些時間來交班 那這就很有可能超過我們表定的下班時間 但是我們不可能說交班交到一半 我下班時間到了我就拍拍屁股走人 那這時候我們一定要完成交班 才能讓下一個人出去接續的照顧病人 但是醫院非常多的長官卻說交接班是常規的工作 不符合加班的事項 可是其實這就是我們每天必須完成工作 就是我們的 我們在執行工作其實就是在加班 因為護理師每天都有非常多的紀錄要完成 像是我們給病人吃了什麼藥 我們幫他做了什麼治療 或是我們評估他的症狀如何 他今天有什麼新的指數 這些我們都要寫在紀錄上面 那最好的狀況當然就是希望我們完成這件事情的當下 就馬上做紀錄 但是臨床上很多時候比打紀錄更緊急 或是更有疾破性的事情一直出現 像是病人要輸血要打抗生素 手上的軟針跑掉了要重放 或甚至是病人發燒休克心律不整等等 需要急救的狀況 緊急的事件一而再再而再發生 就會一直延宕我們打紀錄的時間 一直到我們忙到交完班 交給下一個人去處理病人的時候 我們才有機會開始補打我們今天還沒有完成的紀錄 所以這個時候也會是在利用我們 所謂已經打卡下班的時候的時間打紀錄 但是如果你沒有打卡下班 然後你跟主管說 我打紀錄也是我的工作之一 所以我要報加班的話 主管又會跟你說打紀錄不算是工作 醫院一直有傳聞說 如果員工跟醫院反映了我們的問題之後 你這個員工反而會被盯上被刁難 所以導致大家都不敢把問題看開來看 那我們這次更是見識了這樣的情況 在我們工會跟院方反映了某一個病房 能力不足還有加班狀況非常嚴重的時候 醫院不但沒有試圖降低那個病房的互病比 反而報復性的縮減能力 讓病房的互病比更上升 每天大概都是超時兩到三個小時以上 也就是小夜班 我應該要半夜12點下班的時候的話 我通常都會兩點 甚至到三點才離開病房 而且當中也沒有任何吃飯、喝水 喝水也許有機會進去喝一口 但是也不是那種坐下來喝水的時間 所以不但是工時超長 而且中間完全沒有休息的時間 那時候我們的副長有讓我們申報加班 那我申報加班出去的時數其實是 報到後面系統已經不讓我報加班 是因為我每個月的超時的時數 已經超過老基法法定的上限了 所以其實這樣的狀況是非常的嚴重 所以當時才會去跟護理的主管反應這個問題 但是就像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最後不但我們病房的互病比沒有被改善 反而是被縮減了能力 如果醫院一直不願意解決問題 而只願意解決體育問題的人的話 這個臨床環境永遠就不會有進步的一天 也不是工會所樂見的 因此工會在此也呼籲院方 正視人力的缺口跟醫療繁重度 補足護理人力 還有就是凡執行臨床業務 都應該要讓同人申報加班 不要擋同人加班 因為唯有真實的呈現加班的數據 我們才有機會一起去看一下這個臨床環境 到底應該要怎麼被改善 超時工作其實已經是常態 那超時工作的狀況已經激行已久可能數年 甚至十幾年 二十年 台大醫院之前都沒有要做檢討 沒有想要嘗試改善這個問題 明明護理長跟臨床護理師是在同一個工作場地 明明就看得到同人正在加班工作 卻一直都是視而不見 忽視這個問題 那一直到這一兩年 台大醫院工會成立之後 就是把由勞動醫師的人集結起來 然後呼籲大家共同改善勞動環境 然後我們同人們才漸漸鼓起勇氣 然後送出那一張一直很想送出去 但一直送不出去的加班單 那當同人們送出去這個加班單之後 發生什麼狀況呢 主管不僅就是臉色難看 然後還是才提出一些 可能無效的改善措施 像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教同人提早到班進行準備工作 甚至是教同人不管病人的病況嚴重度多差 或是輕微或是輕重 都要在三十分鐘內完成交班工作 那我們有三班 我們三班的病人數其實不一樣的 六個人 十二個人 十八個人 都要在三十分鐘內完成交班工作 這其實是蠻神奇的一個改善措施啦 那在這種狀況下 病人 護理師可能就是被護長這樣子的要求之後 可能衝速的交換班 病人的狀況帶的馬馬虎虎 那下一班可能護理師就是也是有點搞不清楚狀況這樣子 那也有可能護理師為了要趕快把紀錄拿完 在上班之間把紀錄拿完治療 就是該做的事情衝速的把它做完 這可能造成什麼 我們的照護品質下降 我們的照護品質下降 然後更可能會危機病人的安全 那他們拒絕同人報加班的理由有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張 剛剛其實都有帶到一點 除非有急救 不然不管病人再什麼忙碌 你都不能報加班 我們給的人力是夠的 不行 除非你有急救 不然不能報 第二點 你去幫忙同事 你的同事他的病人傷口很多 你要進行長時間的換藥 他發燒了要全套的檢查要再做一次 然後如果他的病人的家屬不會照顧 你要教他一些照顧技巧 這些事情如果剛好都集中在同一個護理師身上 這其實是很常見的 那他可能就分身法術 那其他的同事比較狀況比較OK 一定會去幫忙 那可能就是業務真的是太多事情了 所以可能兩個人都超時工作 那副長一樣說 不是你的工作 你不能超加班 即使你是去幫忙 你不能報 你沒有在偷懶你也不能報 對 這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剛剛陳護理師說的 交班打擊 譬如這個最常見在表定下班時間之後 還在做的事情 也是常規工作也不能報 最後一點 如果真的經過重重阻礙 喔 儲管願意讓你報 他還給你討價還價 只給你報部分時數 加班三個小時給你報一個小時 加班一個多小時給你報半小時 就是有這種狀況 那這個不是就是阻擋加班 那什麼才叫做阻擋加班申報呢